《约书雅记》共有24章,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1-5章,进入应许之地 第二部分,6-12章,征服应许之地 第三部分,13-22章,分配应许之地 第四部分,23和24章,立约侍奉独一真神 在《旧约圣经》里,常常提到迦南地 用今天的地图来看,迦南地包括了黎巴嫩 以色列和一部分的叙利亚 《旧约创世纪》记载 神带领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以萨、雅各 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居住在迦南地 并将这地图应许给以色列人 后来,雅各的儿子约瑟被兄弟们推落陷阱 迈到埃及做了奴隶 神却奇妙地安排埃及的法老 让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 不久,以色列家族也因为饥荒 从迦南搬到埃及的戈山定居 此后,以色列人口增长众多 约瑟死后,过了许多代 新的法老不认识约瑟 就压迫剥削以色列人 强迫他们做苦工 要他们生产大量的泥砖 供应埃及人建设比东和兰塞两座新城 另外,还要做田间各样的工作 一般相信,大约在公元前15世纪的中期 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前往神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的迦南 但摩西和那一代的以色列人 都被神惩罚,不得进入迦南 这些都记录在圣经的前五卷书里 根据《生命记》记载 当时上帝在山上对摩西说 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启示应许之地说 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现在我是你眼睛看见了 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 根据《生命记》31章的记载 摩西那个时候已经120岁了 他按照神的吩咐把领导以色列人的重任 交给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死了 约书亚属于法联支派 原名何西阿 摩西后来给他改名叫约书亚 意思是耶和华拯救 约书亚这个名字 在希腊文圣经的约书亚记里 是这个字 和希腊文圣经新约 马太福音经文中的耶稣 是同一个字 马太福音1章21节记载 天使告诉约瑟 要他给玛利亚生的儿子取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约书亚被神拣选 绝非偶然 因为《明书记》27章18节说道 他是心中有圣灵的 神安排他在埃及 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亲身经历奴役生活 也亲眼看见了神 为了拯救以色列民 施行了种种神迹 在旷野漂流的40年中 约书亚是摩西的得力助手 摩西举仗 约书亚就率领缺乏战斗经验的 以色列军队 击败强悍的亚马利人 他是唯一陪伴摩西 上西乃山的人 之后 摩西独自进入神的云彩中 领受刻有十戒的石板 当会墓在旷野搭建成后 约书亚是唯一受命 看守会墓的人 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 进入迦南地探查 约书亚是其中的一个探子 探子们从迦南地 带了一些石榴和无花果 并在以食个股 砍了一个挂着葡萄的枝子 抬了回来 证明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 但结果 只有约书亚和迦勒 坚信神的应许 不怕迦南人 主张进攻迦南 在约书亚记里 没有提到作者的名字 有些圣经学者指出 这卷书主要是由约书亚写的 因为书里大部分的详细记录 应该只有约书亚本人才知道 比如他单独在耶利哥平原 遇到了圣者 但是约书亚的死 和他死后发生的事 是不可能由约书亚写的 这部分的内容 很可能由亚伦的儿子 大祭司以利亚撒 和以利亚撒的儿子 菲尼哈补充满城的 约书亚记是旧约圣经的第六卷书 属于历史书 记载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 征服迦南地的历史 在西伯来文的圣经里 约书亚记和世事记 撒姆尔记和列王记 都是属于前先知书 西伯来文圣经的编者认为 约书亚记除了记载历史以外 也是神借着先知 向以色列人启示信心的生活 播种国际事工 邀请您与我们 携手前行 比撒种的油种 是要吃的有凉 了解更多详情 请假播种国际事工 请不吝点赞 转发的